长者收股息,现在是黄昏6.08分 今天又是升市 前几天我和网友分享了我的心法 升市我买股 跌市我才买股 虽然我一直都研究开一堆股 研究就不可以停的 但是实际时市场如何 你就按照自己的策略去做 今天我就沽出了8.57 8.57升到3.33的时候 我卖出了这一柱 我这个是加仓的,我仓底还有的 每一个成本我都有记录的 持股7天 即是5个工作天 11%利润 高于全年的股息 所以我就买了 我买这些股息长者收股息 我买这些股息回来就收息 收息我收够了 换回现金 我继续在等待其他机会 买股之后 就叫做 卖股莫回头 不要看回头 有些人会说 卖了之后 哎呀知得慈了 先买,赚多些 不需要的 因为你拿回现金 已经是拿回应得的资产 然后再去看看有些什么股息 适合买的 就用那些现金去继续做 这个工行未够价 今天也未够价 所以就先留住 中石油收市3.31 他在下午吃饭后 1点后 就升去3.3 曾经去过3.35 我就3.33 出货了 那就是贯彻一向的方法 但是我一直都研究着一堆股 如果适合市况 适合的升市 我就以沽货为主 跌市 我就以第一层 有什么便宜货 可以买回收息 就是这样了 今次这是一个例子 分享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就是汇丰 我今早的标题就是说 就是平保又去针对着 这个汇丰的管理层 去说他们因为成本高 就是为了少 和他们的同业 就是 大银行 就是国际银行 就给 他们就 找得钱不够人多 那就是反映 当然有 这些人拿这么高的薪金 他们就去做这个汇丰大班 汇丰大班 汇丰大班很好地位 以前 以英国人管的时候 这些 汇丰大班 是立法会 立法局 那时候叫做立法局 必有一个非官 一个席位 很厉害的 这些 汇丰 一个奇耀年 就说 这些无所谓 看实际上 他说 继续聘人 聘三千个 聘三千个 一个人 就是在中国发展 就不会受这个疫情所影响 就是说 回来大中华 都是他的重点项目 但是 他就補一句 他说 认为走环球银行路线 就是策略正确 可以保持派息 那样 看他怎么样 我觉得他 要是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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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说 你成本高 说你少费钱 那你也要 要回答一下这方面 他就先借议 不谈 算他了 他也说 在大中华这方面的發展 他就好像想避開不回答人家說你成本高 說你賺不到錢 你要做環球銀行路線就要跟環球銀行比 跟花旗、富國等比 不要跟恒生等比 我看他日後再想清楚如何跟別人說 他現在不會說我解僱人 不會的 接著有個匯豐銀行的財務總監 邵偉信 投資者會議說要增加利率對沖規模 提升利息淨收入的穩定性 我就勸你 玩了幾十年股票的獎者 我就勸你不要對沖 對沖問你一個問題 是不是一定贏的 不是的 你看看幾多噸對沖衍生出來的問題 影響股民的利益 例如今年的中電 較早前的國泰航空 再較早前的中信貸富 對沖的時候嚴重影響公司的業績 甚至造成危機 你只要想一下這些 我就勸你不要 做好自己的業務 將一些不賺錢的人清除 不賺錢的地方 不賺錢的業務 就剝離了 做好自己的本分 就最好了 不要想這些才技 因為不是一定贏的 好了 另外一件事 就是非常之 幸運 我今早的影片 就說維他奶 已經升夠了 過往一個星期 升了30% 也有 真的不要賣了 這些股 逆市跌了1.44% 不是說他不好 因為他升得多了 很多人見到 其他股 吸引一些 就賣了這些股 去投資 其他股 這些股 就是吃不到一個星福 看到他升得太多 都不要貪心 這些股 看回我今早的影片 有空就看看 我經常都放在這裏 那隻大家樂 我就說他升上11元 今早 幾個小時前 我升上11元 是沒什麼困難的 那今天講完幾天 我聽說 跑人大市 升了4.95% 就慢慢趨近於11元 這幾天都升得不錯 你看從頭升到尾 如果你冒險的話 冒險的話 在這裏買 今天賺5%走人 但是升市 我就不買貨 我什麼時候都是這樣 我不會因為小小 我研究過一隻股號 就貪心地去做 我是跌市才買的 但是研究股 就不可以停的 你要有對象 才有操作 反而我覺得 看一看這個大快活 都不錯 大快活 早兩三個星期 大快活 比大家樂 因為大家樂 跌得太多了 他現在 collect自己 有形景 不是有形起 不是有形景 他說 9月份 9月份 賺多了 我猜這個 我猜這個大快活 和他都是媽寶兄弟 我猜這隻股 會幾好 這隻股 這股的派息 爽手過 大家樂 我覺得這隻股 我也會關注 但是星市 我不會買貨 我又說過 中信 中信 如果開市時 買收市時 都有2%的增長 但是我星市 都不買 我只覺得 這股 到現在這個位 又有8厘的利息 是一隻相當不錯的 是一隻長期擁有的收息股 但是操作 我就不會在星市 買入 好了 今天的訊息 就是 應該不買的股 就真的跌 我關注 如果跌市 我會買的股 每隻都有相當的升幅 但是 訊息就是 研究就不可以懶 你會有一堆 對象 在你的視野範圍之內 如果 例如 今早 看到這隻 857是升的 我研究了 我夠了 我就獲你 跟大家分享 今天的操作 今天講到這裡